来这里传感器的数据 来有没有看到一个集成的扩音器 有 来把它给打开 有没有看到一个音阶跟声音强度 有 好来你把它给两个都打勾好了 好来图表直接图表 图表 那你的画面大一点好不好 来那左下角 20赫兹赫兹知道意义吗 频率 频率所以20赫兹代表一秒钟 记录几笔资料 20 20哈 来你现在下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大开始的时间 有 好你把它给按下去 你会唱歌吗 不好听 不好听没关系 蓝听也可以唱啊 可是 对会很尴尬 你没有比我不好听吧 不然你的那个笛子要拿出来吹一下吗 呃 你会像那个导人咪把那个宋咪咪发轮轮 呃 呃 一下好不好 来你让那个声音强度 它的论均现在是0到1 你让它范围更小 这样小小 这样才能够看清楚大小声 好就这样 来那你旁边有没有什么工具 然后可以可以抠口-抠口 还是你讲话大声 还是你要用抠口 抠 就敲惹啦 我不知道我在找东西 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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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可以吗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麦克风 有没有那件感测器 有應該有 你知道地震的時候 我們手機可以做紀錄嗎 它不是地震會發什麼 地震警報 對 我們手機事實上可以抓 Apple它有那個 加速度 加速度 加速度如果沒有分 會只有一個X軸嗎 和水平方向 只有南北或東西嗎 還有別的 對啊 所以如果我們要分 向量裡面的數學或物理 有沒有講過向量 好像有 我可不可以說 就某一條線 如果在空間上 我們可以把它區分成有X Y、E、三個方向的向量 如果地表的震動 或者就某一顆石頭 或者某一個 風吹 然後它就由上面掉下來 我們可不可以區分有X、Y、E、三個方向的向量 可以吧 好 所以去想像這件事 地表搖晃可以分成X、Y、E、三個方向的向量 所以手機裡面有內建的加速度的感測器 你們自己可以到時候練習手機安裝 然後用剛才類似的方式 你就會發現它可以有 移動加速度的測量的值 然後跑出類似的圖 然後可以再去做分析 這樣懂我類似嗎 懂 你有沒有手機 沒有 真的、假的 那你有沒有平板 沒有 你有沒有好朋友 好朋友 然後願意講話的好朋友 好朋友 - - 感谢观看